Hello大家好,我是Nancy,欢迎回来我的频道 这一期呢终于是一个宝宝的分享啦 我这一期就是想要分享一下 我对一些宝宝腐蚀的一些知识 还有我个人觉得腐蚀来说 比较需要知道的一些信息 然后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然后这一些呢我知道中国腐蚀 还有澳洲这边腐蚀稍微有一点点差距 我都是按照澳洲这边的腐蚀的东西来进行的 所以大家如果有别的不同的想法 欢迎弹幕或者是留言告诉我 好了我们快点开始吧 大家有没有觉得我今天的衣服还蛮好看的 我是在澳洲的这边那个country road 就是乡间小道买的 他们家的衣服其实我高中的时候非常非常的喜欢买 然后他们家的时候有那种包嘛 高中的时候简直就是如果你有他们家那个包 你就是学校里最潮流的那个人 然后今天还带着我新买的那个淘宝的耳环 跟这个特别配 好跑题了 然后我今天也是有写笔记 我还拿了一个笔像个小老师一样 好了然后我今天的那个宝宝的腐蚀呢 我想要说的主要是分三类 我们先从第一个开始说吧 第一个就是到底什么时候开始吃腐蚀比较好呢 然后我们这边官方的说法 官方 就是我们这边护士建议我们的呢 就是大概四到六个月开始吃就比较好 就是最早的话不要早于宝宝四个月 到六个月的时候就一定要开始吃腐蚀了 就不要等到太晚 我看到中国的很多一些书呢 上面都是建议六个月开始吃的 就这样子尽人见智吧 除了官方给的这个时间的建议之外呢 你还要看一下你的宝宝到底有没有就是准备好吃腐蚀 然后看你的宝宝有没有准备好吃腐蚀呢 其实有三点吧 第一点就是看他有没有老是流口水看着你们吃饭的时候 还有一点就是他有没有老是把手啊 或者是旁边有一些东西想要咬就放进嘴里面咬 还有第三个就是最重要就是看他的脖子到底是够不 就是可不可以自己就是抬起来 当你觉得你的宝宝已经准备好吃腐蚀了之后呢 现在就是是喝奶之前吃腐蚀还是吃了腐蚀之后再喝奶呢 这个问题呢 我在澳洲还有新西兰这边给的都是 喝了奶之后过了差不多45到30分钟之后再吃腐蚀 然后但是我看了很多中国的那些书 它上面建议的是当你觉得你宝宝很饿的时候 你先给他们吃腐蚀再喝奶 这样的话他们就不会抗拒腐蚀这样东西 因为他们觉得哎呀我一饿你就给我吃腐蚀 腐蚀可以顶饱的东西 所以他们就会对腐蚀的接收度更高一点 可是我们这边是建议喝奶之后再吃腐蚀的主要原因是 一岁到一岁半之前的那些小朋友 这边还是建议以喝奶为主 因为奶里面含的营养成分会稍微高一点 然后吃腐蚀的话因为它有很多不同的味道嘛 很多宝宝吃了腐蚀之后就不怎么想喝奶了 所以还是保证他们还是喝原来的奶量 或者是稍微降低一点 然后过了30到40分钟之后 再给他们吃一点点腐蚀 这样子可以保持一下营养均衡 又可以培养他吃腐蚀的习惯 不过这个的话就主要是看 你们觉得哪个比较适合你们吧 刚开始吃的时候当然是先吃一顿了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到底一天大概什么时候给他们吃腐蚀会比较好 因为我们的宝宝他们喝奶是有自己的规律嘛 就是定的时间非常的准时 我们刚刚开始给他们吃腐蚀 就是在他们第二顿之后 第二顿大概就是10点半左右 我们一般都是在10点半喝完奶 大概11点15分的时候给他们吃腐蚀 所以我们会建议刚刚开始吃腐蚀的时间呢 就是不要睡他一大清早五六点 五六七八点的时候 五六七八点含寓了好多时间 就是不要他刚刚开始早上刚睡完了一个很长的觉 刚刚醒来喝完奶之后你就给他吃腐蚀 那个时候他们反而就昏昏沉沉 胃口不是很好 你给他们吃腐蚀 他们肯定是比较抗拒的嘛 刚刚开始吃的时候 每天就吃一顿 我们就是那个时候开始 然后呢我们到了第二 就是差不多每天第二顿的时候 我们也是控制在就是大概11点 然后到下午两点左右这段时间 就给他们吃两顿那个腐蚀 现在的话因为他们已经比较长大了嘛 然后他们现在就是每天吃三餐嘛 早中晚 第一顿呢就是他们现在七点钟会吃奶嘛 我们大概就是给他八点多的时候就吃了腐蚀 就当他们的早餐 这个时候就会给他一些比较容易消化的东西 第二顿的话就会给他一些比较营养丰富的东西 量也会稍微多一点 然后下午那顿呢就当做是他们的晚餐 可是因为他们是五点钟喝奶嘛 我们大部分都会在他最后的一顿都会在三点之前结束 这样子就不会影响他喝奶 我们有一段时间试了就是五点之后喝奶 然后大概六点多的时候吃腐蚀吧 他们是吃的蛮多的啦 可是因为他们晚上睡一长觉之前的那段时间是八点半左右的时候喝奶嘛 他们六点吃了腐蚀之后八点半基本上就不喝奶了 然后晚上基本上就不怎么睡了 所以我们就改变了一下时间 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宝宝的那个routine来改一下 那我们现在说完第一点了 我们现在来说一下第二点就是有什么工具 我们先从书开始说吧 我其实有两本书 一本是外国的 一本是国内的 国内的这个我就是在淘宝上面买的 我觉得大家应该都可以买到 就是这个宝宝腐蚀计划每周 宝宝腐蚀添加每周计划 这一本我们都是有看的 里面有一些建议 就是说什么时候吃什么呀 然后蛮多菜谱的 我觉得蛮好用的 还有一个呢 就是这个外国的这个叫做 Baby and toddler food planner The essential guide to quick and easy healthy eating 这个就是外国买的 这一款呢 它其实跟中国的那款差不多 可是它还会有一些就是给你一些建议说 放松的一些吃呀 建议你们宝宝什么时候吃啊 反正跟中国的那本差不多 但是观念有一点点不一样了 反正我两本书都是作为参考的 我不会没本书 就是说它说 每个星期建议宝宝的星期一到星期五吃什么 我就完完全全跟随那个 反正我就是跟随宝宝自己的口味啊 然后我们家里有什么 因为中国很多的东西 就是我们澳洲这边其实是买不到的 我们就跟随超市场 拆市场可以买到什么 还有宝宝的口味 还有我们觉得 想要他们吸收一下什么营养 自己进行调整 第二个呢 我要说的工具类的东西 就是宝宝的勺子 虽然他们刚刚开始吃东西的时候 那些米糊啊 或者是一些东西都是很稀 有一点像奶或者是水一样 但是我还是不建议你让他们用奶瓶喝 因为这样子他们就会把奶 还有腐蚀混在一起 所以我会建议 刚刚开始给他们接触腐蚀的时候 就用勺子 我们其实有一个勺子 就是他们刚刚开始用的 但是那个拿去洗了 我到时候会放一个照片在旁边 刚刚开始他们用那个勺子 就是有一点像那种rub的 反正就是很软 然后那个口呢非常的平 你就等于放在它嘴里 它就可以这样子 用舌头这样子舔舔舔舔舔 就可以把那些比较稀的东西舔进去 第二阶段呢 我们就是用这种勺子 这种勺子就会比那个稍微硬一点 然后你也可以看到它这个弧度 会稍微多一点 就是可以兜一些比较泥状的食物 然后这一个喂他们会喂得更好 然后除了这个勺子之外 我们还有这个铁勺子 这个勺子你可以就是超级无敌铁的 就没有任何的弧度 这个呢 因为我们最近他们已经进击到 可以吃生的水果了 因为姐姐非常的喜欢吃苹果嘛 因为很甜很甜 我们就会拿那个苹果切一个片 然后就这样子挖苹果的面 给他吃所以就用这个勺子 反正各个勺子都有不同的用处了 但是他们现在用的最多的还是这个 然后他们现在我发现 就是很多时候他们其实不想吃 因为他们到处八卦嘛 你就给他们拿一个勺子 他们手拿一个勺子 一手你再拿一个勺子喂他们 因为他们现在就会玩玩玩 就往嘴里放 他一往嘴里放就把你的那个食物塞进去 他又会觉得他是自己在喂自己 我其实说勺子之前 应该说一下做腐蚀的机器 因为这个是最大头的一块嘛 做腐蚀的机器呢 我相信最有名的就是那个 B.E.A.B.A.的那个牌子 那个腐蚀机就是有很多不同的颜色 我其实当时很想买那个 可是那个价钱是蛮高的 好像两三千人民币吧 一台腐蚀机 那一款我最终没有买的 主要原因是因为第一它很贵 第二呢 它是可以把食物打得很泥很泥的 但是宝宝要吃那么那么泥的食物的周期呢 其实只有几个月 因为他们那几个月 就是刚刚开始吃腐蚀的时候 吃那么泥的东西 他们过一段时间 就要吃一些比较有颗粒感的东西 要不然他们就不会咀嚼了嘛 然后它其实是不怎么可以调节宝宝那些东西的碎度 所以那一款东西的使用率不是很高 但是它那款唯一好 就是它旁边有一个是可以把东西煮熟的 煮熟了之后呢 你就可以马上放到这边搅拌 所以如果你是不想要再另外买宝宝的那些锅呀什么的 这一款就是完全可以解决那个问题了 我现在给宝宝买的那个料理棒呢 我主要用的就是两个东西比较多 第一个先说这个超级 我觉得便宜的 我是在这边一个很便宜的那种 也不是超市 就像杂货铺吧 K嘛 那你买的七块钱澳币 就是你把食物放在这里煮熟 然后这里有个这种勺 就当了一种 这种我相信中国淘宝上应该有很多 比这个更便宜 然后可能质量更好一点 因为我这个只是塑料的 这个呢 就是如果你的食物刚开始不是很多的话呢 你就用这个东西 你就可以搅拌 还有刚刚那个腐蚀机不是很好 就是因为你宝宝刚开始吃东西 是不可以吃那么多腐蚀的嘛 我们有两个宝宝 所以就稍微好一点 可以一次性做多一点 那个的话 你如果东西很少的话 你用那个基本上是搅拌不起来的 而且你不会想你一次性弄很多 你可能那个腐蚀分好几天给宝宝吃 因为那样子也不是很新鲜 除了这个正外呢 我还有买那个料理棒 也是一个很出名德国的那个牌子 我会放那个照片在旁边 那个料理棒呢 它放的食物的量 我个人觉得会比那个腐蚀机的那个量 不需要那么多 然后那个呢 它是可以调节档数的 就是我们刚开始用的时候 就是比较厉害的档 可以把食物磨得比较碎一点 但是如果你想的话 你还是可以把它调低一点档 让食物变得没有那么碎 没有那么泥装 让你的宝宝可以咀嚼一下 那一款呢 我个人觉得挺好用的 主要原因是因为它的价钱比较友好一点 然后它占地面积没有那么大 然后那一款 除了你可以搅宝宝的那些食物 你自己的有一些食物的话 你也可以用那个搅 而且它因为体积比较小嘛 方便携带一点 还有一个我觉得一定要买的 就是我有买宝宝自己一个set 就是他们的菜板啊 然后剪刀 还有刀 就是那个东西 就是专门用来做他们的食物的 我觉得他们的食物跟大人的食物分开会稍微卫生一点 然后我有买就是给他们自己用的一个煮锅 还有一个蒸锅 就是这个煮锅和蒸锅虽然价钱也不便宜吧 可是这个的话使用频率会稍微高一点 然后使用的周期会高一点 因为你除了刚刚开始给他们煮这些食物之外 他们以后也会有自己吃的那些东西嘛 我也会用他们的那个锅煮 就是不跟我们的混在一起 所以我觉得买的划算 然后这个的东西颜值也非常非常的高 对然后除了这个之外呢 然后我们现在再来说一下工具类的 就是口水巾 口水巾的话呢 我一般会给他们用塑料的那个口水巾 因为吃饭的时候 虽然你用的东西都是一些比较天然的食物 可是天然的食物也有自己的那种色素嘛 所以如果你用布的话 它很容易让那个布染色 第一浪费你的衣服 第二非常的难洗 所以我们一般都会用一个塑料的 然后下面再垫一个布的方式 它完完全全渗入它的衣服里面 我个人觉得蛮好用的 就是这个OXO的这个 因为它下面这个是那种rub的 然后上面这种就是这个塑料的 还有就是它的这个塑胶的东西 粘得非常非常的紧 因为我们的宝宝 现在已经就是你带着 它自己可以扯掉 我在淘宝上面买过一些 比较便宜的那种塑料的那种beams 就是没有下面这个兜的 就是完完全全是塑料的 它的上面的这个东西 超级不得不好用的 我们洗了三次吧 它这个就是这个魔术粘吧 这个东西就已经掉了 还是我妈妈自己给它缝上去的 所以我觉得这种东西 还是买一个比较贵的 可以用比较久的稍微好一点 然后我们除了下面有这个橡胶的之外呢 我们还有买一块也是 上面是这样子塑料的 下面是有点像布料的那种 那种我就没有那么建议 因为那种布料的会相对来说难洗一点 然后比较容易染色 工具类的话 还有的话可能就是high chair了吧 就是他们吃饭那个椅子 这个椅子我没有什么发言权 因为我其实就买了一款椅子 我买的是新加坡的那个 就是那个牌子的椅子 我真的当时买它真的主要的原因 就是我觉得它太漂亮了 我买的是那个粉色嘛 它整一个款式的颜值都很高 可是我现在用久了觉得呢 使用程度就蛮一般的吧 因为他们现在不是在上幼儿园吗 我看到幼儿园他们用那种很简陋的那种椅子 我个人觉得好像也蛮好用的 而且他们会做的稍微直一点 我家里的这款它说是可以从新生儿一直用到蛮大的 因为它的那个形状是有一点那种背后有一点点弯度的 然后它是可以完全躺下的 所以它除了用做一个吃饭的椅子之外呢 你也可以就是你自己吃饭的时候 你的宝宝可能在房间哭啊或者什么 你就把你的宝宝放在旁边也蛮好的 它还有一个我觉得很好的点就是 它前面有两个轮子 后面的那个是硬的 所以呢等于说如果你的宝宝不睡的话 你真的需要摇的话 你就可以搅在那里 因为它前面那里是那个轮胎嘛 它后面那里是可以定住的 就可以这样子很轻松的摇 所以我觉得这个设计是蛮不错的 好了然后我们现在说完工具了 然后我们现在终于说到第三类 第三类我觉得可能是大家比较关心的 就是到底要吃什么 好了我们现在补废话快点开始 因为这个里面我写了蛮多笔记的 我相信很多宝宝刚刚开始都是吃米糊 我们的米糊呢我就是买这个牌子的 这个牌子我个人买的主要原因是 因为我们的护士推荐我们买这个牌子 因为他说这个牌子的铁的含量比较高一点 我不知道别的宝宝是不是啊 反正我们的宝宝因为是早产儿嘛 所以他们在医院的时候 他们的儿科的那个医生就跟我们说 让他们每一天的时候喝奶都要加铁 然后还要加维他命D 然后铁的话呢是到一直到他吃腐蚀的时候就可以停了 然后维他命D的话是一直到他一岁的时候可以停 所以我们现在还是会每天栽在他的奶里面加维他命D 然后呢就已经不会加铁了 所以我们就觉得这个蛮好的 因为他说铁的含量是蛮高的 然后这一款是没有什么味道的 但是市面上有很多不同的那种米糊的牌子 所以大家不一定要跟着我买这个牌子 因为别的牌子我也没有试过 所以我不知道这个到底是不是真的像他说的那么好用 刚刚开始就是吃米糊 然后米糊的话呢刚刚开始吃的时候 那个水和米糊的含量就是20毫升的水 然后两勺的那个米糊 这样子就让他们有点像水这样子吃 然后刚开始吃的时候 我们就给他试了几天 觉得他已经接受了之后 我们就会开始加一些蔬菜的那些东西 蔬菜我们不是先加绿色那种蔬菜 第一个加的东西就是胡萝卜 因为胡萝卜过敏的几率相对来说是比较低的 然后胡萝卜呢相对来说有一点点甜 然后又不会胀气对眼睛又好 所以他们刚开始吃的东西就是胡萝卜 刚开始吃的时候呢 我们不会单独给他胡萝卜 我们会把胡萝卜煮熟之后跟米糊混在一起给他们吃 这样子接收度会稍微高一点 这个的话我们也是大概吃了三到五天之后呢 我们就给他们吃了一些土豆 就我们就开始吃了南瓜 这三个东西现在的话 他们就还是会混在一起吃 但是就不跟米糊一起吃了 但是我刚刚开始吃东西的时候 我不建议宝宝吃太多的南瓜还有土豆 因为两个呢来说比较难消化 他们刚刚开始吃南瓜的时候呢 他们那段时间放超级无地多屁的 然后哪也喝的不多 因为稍微难消化一点 所以我觉得胡萝卜还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然后一般呢我们给他吃食物的话 我们都会先让他吃一个食物 试三到五天之后 就是觉得他没有任何过敏的反应 然后我们就会试到下一个食物 这些南瓜胡萝卜土豆 这些东西过后之后呢 我就会开始给他们吃一些蔬菜泥 蔬菜泥的话就各种蔬菜我们都有试 蔬菜泥的话我们就没有试三到五天了 我们就是大概每一种蔬菜试一到两天之类 因为我们都是给他们吃一些有绿叶的蔬菜 像那些苦瓜呀 那些我们都还没有给他们那么早的试 绿叶的蔬菜试得差不多之后呢 我们就会给他们吃一些水果类的 水果的话呢我们刚开始是不会给他们吃生的 我们都是从熟到生这样子 刚开始给他们吃的是苹果香蕉还有梨 这三款他们都吃的挺喜欢的 然后这三款吃的差不多了之后呢 我们就会开始给他们吃蛋黄 蛋黄因为是过敏几率比较高的 然后比较难消化 所以书上面是建议就是七个月之后 开始才吃蛋黄的 我们也是遵守书上面的建议 七个月给他们吃蛋黄 蛋黄的话呢我们也不会单独的给他吃 我们会跟那个米糊混在一起给他们吃 蛋黄的话我们也会在最早的那一顿给他们吃 因为蛋黄相对来说难消化一点 所以我们就会希望它早一点吃 因为它太晚吃的话难消化 它晚上睡觉睡不好 他们睡不好我们就睡不好 现在既然说到比较容易过敏的东西呢 除了蛋黄之外 花生我不知道是在国内会不会 反正花生过敏在澳洲 还有新西兰这边是非常非常常见的 然后花生过敏呢是很容易 就是会很严重很可能致死的那种 然后我们的那个护士就说 如果你想让他对花生没有那么过敏的话 你就会建议早一点给他们吃花生泥 然后呢我们给他吃花生泥呢 我们是没有在外面买那种花生泥 我们都是买那种生的花生 没有皮的把它给煮熟 然后再用那个搅拌机给他搅碎 然后我们一般都是刚开始就给他们吃超少一点点 一点点 然后看他三天之内有没有反应 然后如果没有什么反应的话 我们过了三天会给他们再加多一点点这样子 然后我们每过一段时间 就会再给他们加一点花生泥 因为如果你刚开始只给他试了一次之后 你觉得哎呀他没有过敏就完全忘记了 可能他过一段时间你再给他吃多一点 他还是会有过敏的反应 这些都是比较早阶段的 东西都会打得比较碎 然后你觉得他们可能过了一些阶段的时候 已经可以练习一下咀嚼的能力的话 你就用那个料理棒给他们打碎这些东西的时候就不要打得那么碎 让他们稍微可以搅拌一点 我们现在给他们试了一些鸡肉龙薰面 然后还有一些小米南瓜粥 来训练一下他们咀嚼的那个能力 他们都已经吃的还蛮好的 我个人觉得 反正就吃的是差不多 就是这个样子了 然后我顺便给大家说一下他们现在的菜单 早上的话 我们一般都是给他们水果加米糊 或者是蛋黄加米糊 因为姐姐非常喜欢吃甜的嘛 所以我们会早上给他们吃甜的 然后中午的那一顿呢 就是比较大的那一餐了 我们就不会加米糊 一般都会给他们吃一些 土豆胡萝卜南瓜泥 这三个东西混在一起吃 或者给他们吃一些 像我刚才说的那种鸡肉 还有龙薰面 或者是南瓜小米粥 这些就中午给他们吃 然后最下午那顿呢 我们就会给他们吃一些蔬菜泥 这样子 然后除了这些之外呢 我们这边是不建议在一岁以下的小朋友 给他们吃任何带糖的 或者是带盐的 或者是带蜂蜜的东西 因为你太早给他们接触这些 不是天然的这种调味料 他们会对于天然的那些食物的兴趣 没有那么高 而我个人呢 也不是很想他们吃那么快 就吃那么多口味的东西 我们一般都是喜欢做自己做的食物 但是我觉得我们出去的时候比较赶时间 我们也会尝试一下用外面买的那些 我买的就是这个牌子的这些东西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这个 暂时来说 我觉得他们没有特别特别喜欢的东西吧 就是还是像我说 他们喜欢吃比较甜的 这个东西真的超级无敌甜 所以如果大家想要用这种的话 我还是建议早上吃比较好 在这个的时候 你跟一个米糊混在一起吃 因为他们上次吃的这个 就是纯吃这种 吃完就超级无敌嗨 然后我就想为什么这么嗨 然后我就试了一点他们剩的这个 后甜后甜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的话 我建议是早上吃 然后最好是跟米糊混在一起吃 降低一些他们那个甜味 然后除了这些之外呢 因为他们现在有点牙了吧 超可爱的 下面那个小门牙 我会给他们吃一些这个东西 让他们那个长牙的那段期间 没有那么的辛苦 就是这种小饼干 然后这种饼干呢 就是那种超级无敌硬的饼干 还是没有味道的 但是他们还是可以就是放在嘴里面 这样子 好的 然后今天就是我个人对腐蚀的一些经验 就分享到这里了 希望大家觉得有一些帮助 然后这一期呢 主要就是针对刚刚开始吃腐蚀的宝宝 嗯 对的 然后希望大家给我一键三连 然后嗯 希望大家多关注我的频道 然后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咯 拜拜 现在打算给他们做那个香蕉 Pancake Pancake 然后馅了一点香蕉 然后放了一个蛋黄进去 现在我们放一点面粉 一勺 然后我们就准备拿这个搅拌机把它给搅拌 就需要一点水 太高了 因为呢 别人放的时候是放了蛋清 我们没放蛋清 所以就有点 嗯 可以倒点水 它们的锅 然后呢 然后呢 然后放一滴油 嗯 可是我们这个油呢 只是用来擦一下那个锅 然后就把它给擦掉 因为我们不想让他们吃太多油的东西 就用纸巾把它给搞掉 两面煎 现在已经翻了一个面准备熟锅了 哇 像个小大人一样呢 他们的饭 现在 然后这个是他们的小小那个小餐盘 这个是可以粘在那个上面 他们就不会掀起来 这个是葡萄 这个是cherry 这个就是把他们的那个饼放进去 我们现在把饼切一起 准备吃饭了妹妹 哇 这什么 什么东西那么那么香 oh my goodness oh my 这个是在这上面 才不会 好 where are you going five five six how many people do you have to that four six 五年三个人的 以后 好吃嗎 妹妹 再叫一次 好 好 好 我可以說 我可以說 好